材料清搭 汤种 高筋面粉15克 汤种 水汤15克 牛奶60克 鸡蛋1个 盐2克 白砂糖40克 高筋面粉2半50克 两杯 酱母3克 黄油315克 首先制作汤种 在小锅中加入15克水和15克高筋粉 搅拌均匀 香火加热面粉也 边加热边搅拌 搅拌出温度后立刻关火 并且继续搅拌 将汤种搅拌至比较浓稠 放凉备用 在面包机内打中 倒入牛奶 纯蛋液和汤种 将搬砂糖和盐分别倒在奶胆子两角 均匀地倒入全部高筋粉 把底层的液体全部覆盖 在面粉中接花个小洞 加入酵母 把奶蛋装回面包机 启动发面程序 揉20分钟后停止 过程中可以用光刀稍微清理一下内板壁 帮助混合之后加入软化的黄油 重新启动发面选项 再揉40分钟左右 把面团揉到完全阶段 检查一下能够拉出很薄的膜不易破 把面包集中的搅拌棒取出 把面团揉圆放回内板中 盖上面包机盖子 拔下电源 开始发酵 发酵一个多小时发酵时间与室内温度相关 大约发到原来面团的2到2.5倍大 用手指沾面粉戳进去 不他现不会缩 就是发好了 把发好的面团分成三等份 分别改平排气 折叠 改平再折叠 然后纵线卷起排入面包机内档中 选择面包机酸奶选项 盖上盖子进行两次发酵 发50分钟左右 发到大约8到9份满膜就完成了 选择烘烤程序 时间30分钟左右 稍色中浅 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调节 烘烤至十几分钟时 通过小窗口观察 面包已经高出内板上缘了 烘烤完成后停止程序 拔掉电源 然后取出内板 到头出炉放凉 因为面包刚出炉时 酵母还有活性 对人身体有害 所以要放凉到内部低于自实度 再使用 切片手丝都很合适 可以看出内部组织杯非常细腻柔软 可以拉出长长的丝 小切是 一 糖重对面包口感柔软劲到很有帮助 操作方面也比较有利于热到完全阶段 二 如果喜欢奶味更浓郁的话 可以把方子里的牛奶换成大奶油 三 不用面粉吸水性不同 在前20分钟揉的时候 可以观察面团的干湿程度 酌情加水或面粉 四 黄油一定要在面团已经揉了 20分钟之后再加入 有利于面粉起筋 刚加入黄油的时候 里面会很油很稀 不用加面粉 一会儿就揉进去了 五 揉面的过程中 内部温度比较高 可能会影响起筋 所以可以全程开着面包机开始揉面 六 把面包机拔掉发酵 是因为第一次拔掉室温 完全可以达到温度要求 所以不必开着面包机用拔掉程序 这样比较环保一些 七 二次拔掉用酸奶程序 是因为它符合二次拔掉要求的温度 三十八度左右 八 揉面之后的过程 也可以用面包机用烤箱完成 二次拔掉用烤箱的话 把面团排入模具后 在烤箱内再放一盘水 温度较到三十八度左右 同样五十分钟左右可以完成 九 如果用烤箱烘烤 可以用一百八十五度左右烤三十五分钟 十 如果要切片食用 推荐用锯齿的面包刀切 因为面包很软 普通的刀不容易接品种 普通的刀不容易接品种